国民党籍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在脸书发文分享一张照片 指出山土耳台风带来惊人的雨量 雨水将高出的土石流入路面夹杂着黄土泥泥 500毫米的雨水创下了记录 并提醒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 同时向清洁人员说声辛苦了 只是就眼见的网友发现宋伟丽的照片 周围出现一圈白色光线 靠近脸的位置还出现红色背景 微蹲的姿势很像漂浮在路面上 原来这张勘灾照片是去背后披图 还有网友挖出原档是2023年6月7号的照片 网友狂酸线上勘灾是不是懒得出门 还是要实地去看一下比较好 这样子用之前旧的贴文这样子贴也是不太好 不知道在想什么觉得蛮好笑的 我觉得变曲解啊 我觉得这样很无聊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把它删文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他们在那边 在那边倒催够我觉得很无聊 或许就是有太多网友酸言酸语 宋伟丽直接把这篇贴文删除 我愿意相信这些可能都是真的 只是当初他们在拍照的时候 可能没有拍到很恰当的一个照片 所以才不得不披图 不过出包的不止国民党 民进党是议员施伟正穿着雨鞋 雨衣要带大家来塑袖 观察好地形是它的天气 我们可以来塑溪 绝美的秘境领土 一将映入眼帘 就是我们的恶安库库 是不是很漂亮 台风天应当以戒慎恐惧的心情来面对风灾 民意代表千万得注意自己的言行 免得台风勘灾政治学 这门必修课被死当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